欢迎收看挑战新闻 屏東万丈这个阿嬷 说到河边去乌汗籍 结果人就失踪没有回来 那因为之前阿嬷有讲说 你在迷茫的时候 迷茫到母神那帮你带走 请问是不是阿嬷 真的被母神那带走了呢 现在全村还出动这个空拍机 希望阿嬷赶紧的回来 说到这个母神那 真的大家都搞不懂 台湾的山区河边 似乎真的有很多 无法解释的故事 据说最多的地方 在屏东的设顶部落 这个设顶部落早期 是我们的原住民 跟日军打仗的地方 事实上似乎 也真的有很多的 玄奇故事在里面 但是不是也就是 因为这个地方 有八宝公主镇守着 这里一向都很平静 居民常常都讲 八宝公主显灵了 接着来看 到底是不是八宝公主 昨天汉光演习当中 散兵秦良峰 他从空中坠落 真的希望他越来越好 他的意识 逐渐在恢复当中 从西腰三栋机舱 一遥而下 散花躲躲开 这一幕幕受训场景 和同袍并肩奋斗 陆军制作影片 替秦良峰加油打气 部队弟兄神神呼唤 希望他早日汤不归队 而他的叔叔也剃光头 帮子子照亮回家的路 总分是11分 昨天总分是7分 看起来是很明显 有这样的进步 高位脊椎的一个脊髓损伤 这个也会导致他暂时 以目前来讲 还是会有手脚活动被限制 比较没有办法配合的一个状况 军方承诺负责到底 但前凉峰从1300英尺最弱 能够骑机保住一命 其中主腹伞虽未完全张开 却减缓了下坠力道 加上平常训练足够体能好 以及第一时间的救援处置 都是保命关键 五点着陆是每个闪兵的反射动作 所以这一点我们从 这个昨天的伤势 就是受力的第一个部分 左腿我们初步的研判 这个是符合伞兵第三点着陆的要求 只是跳伞出了意外 问题到底出在哪 军方得彻底调查检讨原因 原来秦良峰的五体着地 是他这一次到现在为止 健康能够逐渐恢复的主要原因 但是的确后续还要必须调查 为什么主伞不开连附伞也不开 问题在谁身上 问题我个人觉得 从整个事件过来看 因为像现在他其实也有更多的 就是一些相关当时事发时候的照片 也有提供从运输前方飞过来的时候 他是第二个跳的 然后他整个跳伞下来这个情况 发现他有被那个伞绳有缠住 那这个伞绳为什么会缠住 有些人就说是不是保伞连的问题 但是其实你可以看到他开伞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问题 所以保伞连也就是说以这个人为折伞的话 我并不认为说问题出来这上面 因为其实就是说那个保伞连他们折伞 其实都是非常认真的去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不只关心到他们同袍的这个性命 也有可能关心到自己的生命 他们自己要来跳的 他们自己要跳 像我那时候看拍过一次 就是他们那个陆军 那个进行的航特部进行这个跳伞 那次跳伞呢 你可以看到当时飞机上 我记得当时有大概两边坐大概二三十个来的人 然后呢 那时候C13洞飞到那个潮州那个空降场 就是那个昌龙农场上空 他飞第一个那个通过的时候 那时候机舱门打开 然后就一个人跳下去 觉得说这个跳下去干嘛 是去下去试风或干嘛 他说不是 那个就是保伞连的人 而且是个小女生 他要必须要背着他自己折的伞去跳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说 他如果自己不认真去 那个折这个伞的话 有可能搞不好 他自己跳下去的时候 那个伞就就害到他自己 所以而且其实以腰山洞 他来开伞的情况下来说的话 就是说他们跳伞 他们一开始会把那个隐张带挂上去 然后隐张带挂上去以后 其实那个隐张带 去把那个伞扯开的力量是很大 只要说他能够按照 去折伞这个要领做好的话 这个伞要不开 其实真的也蛮难的 但是呢 这个为什么你说这个晴梁峰 他出去那个伞就是没有开完全呢 其实从照片上来看 以及就是说你刚刚有没有注意到 人跳出去以后 其实他并不是一直都能够看到地面 而是在空中翻滚了好几转 因为就是说你C13洞来跳伞 C13洞两个发动机 其实靠机身内侧 然后那个两个大发动机 靠机身内侧的时候 他其实就像一个大风扇一样 往后面吹 再加上他那个飞机的那个表面 也有气流经过 所以其实他从那个侧边 那个跳伞门跳出去的时候 他所面对到的一个 那个气流状况是还蛮复杂的 所以他即便他把那个动作 做得非常确实 出去以后 他还是在空中连续翻滚了 几圈 然后在翻滚的过程中 现在看到就是照片显示 就是说那个两条 那个他操控那个主伞 那个主伞绳有一条 然后那个被他那个右脚 右腿给缠住了 那他在坠落的那个下降过程中 他一直想要去伸手 把那个绳子 就是说把他拉开 然后那个脚绕过去 能够让那个伞绳 然后恢复到正常状况 但是没有成功 所以最后他去把那个 副伞再拉开的时候 那个高度可能也已经不够 足够让那个副伞的这个行程 全部完成出来 然后让他能够降落 所以也就是说 他这个情况来讲 我个人认为 应该可能还是在出机舱门 滚转的过程中 可能脚刚好也卡到 那个主伞绳之一 然后缠到身上 那当然了 那目前来看 就他那个坠落到地面 以从413栋 大概1200尺的这种高度 他那个人跳下来的话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就自由落体掉的话 大概差不多9秒钟到10秒钟 你就会撞到地面了 然后呢 正常的话 大概差不多经过 一分钟左右的飘降 那他大概飘降26秒 所以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伞 应该是有开 但是呢 没有开完全 至于为什么 没有开完全的话 从照片上来看 应该是他的右腿 有缠住那个伞生 这边又讲到 他就是那个五腿着陆 对不对 五点着陆 也就是伞兵 其实在经过训练以后 要减缓那个降落伞 那个就是着陆时间 这个冲击 其实我们大家以为说 你这个挂个降落伞 然后飘降到地面 应该是很轻松的 对不对 其实不是 他大概还是 你一个就是大概 差不多你从那个 大概约略 约可以等于 大概从半层楼 这个高度 那个跳下来 所以产生这个冲击力 正确可能比半层楼 还要高一点 最后还是有这个 所以你要做好 这个着陆的这个动作 比如说你双脚并拢 然后并拢以后 他要双脚接触到地面以后 他马上挪移他的重心 让脚掌接触到地面的时候 不能让整个力量 一直直接灌下去 要分散 对 所以这个时候 你要让自己看 先等于说 利用一个类似 像侧倒的这个方式 侧倒 对 侧倒 对 你看 他靠到地面以后 然后你看 他现在还在飘荡 然后飘荡的过程 然后踏到地面 然后要让他挪移他的重心 让脚掌作为一个支点以后 挪移他的重心 让小腿 然后再来那个膝盖 然后屁股 然后腰部 跟背部 射上的五个点 然后让他能够 接连的着地 然后去减缓 那个落地时的冲击力 因为他那个落地时的冲击力 说真的也还是蛮大的 所以当然了 他这个五点 着陆做得很确实 其实他掉到地面上 那一瞬间 其实已经是失去生命迹象 但是当时也就是说 由于为了这个演习 有那个包括像同众和医院 以及陆军的这个军医 都有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们第一时间判断 他撞击以后 有内伤 然后导致于气胸 气胸就是那个 呼吸进入空气 有跑到那个肺跟肋骨之间 所以他们那时候 马上帮他做了一个 就是插一个针 让他把里面的气 能够排出来 然后后面 然后再经过急救 恢复了生命迹象 然后现在整个昏迷的指数 也已经进步到11了 基本上来说 真的可以说是 目前来说 希望他能够继续的 往康复的方向 那个走过去 那当然了 我们看到 今天不仅仅是在台湾 国外也曾经发生过 这样一个跳伞意外 对 伞兵像以美军来讲 他们这边在 那个佩里斯 他就在跳伞的时候 在基地有那个发生殉职 而且之前 也美国还有一个Air Show 那个空中 那个空中的那个Air Show 表演的时候 就有人在那个Air Show上面 表演跳伞 结果那个伞 他也是本身 那个被吹跑了 然后甚至撞到其他的那个 吹得太远 对 就因此而殉职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个 那个美国这个伞兵 叫匹特斯 他是在那个 他是海豹部队的 他海豹部队 他在进行跳伞 是干嘛 就是我刚刚讲 那个在一个Air Show 那样一个大的 一个活动中 进行表演 但结果他在 飘降的过程中 伞就被吹到那个河上 然后他就掉到河里面的时候 那来不及那个把伞解开 那最后就因此而这个殉职 其实说真的 跳伞这个东西 还真的是一个非常 说实在话 是要一个非常靠技术 你看他在这个 飘降的过程里面 结果就撞到了 另外一个那个 撞到那个表演 就撞到那个大楼 大都市大楼 对 因为其实你看 在都市大楼中 跳伞其实可以说是 有相当难度 像我们在台湾 也曾经做过 像我们在民国 一百年的国庆的时候 那个时候 有要神龙小组表演在总统府前 那个定点跳伞 那结果来跳伞 跳下来的时候 大概前面两三个人 我记忆中是 那个安全地跳到了 就是目标区 但是后面的人 就被当时的风吹到 甚至最远 还吹到那个 延平北路二段 已经靠近台北桥 那边的这个小学 都有 对 所以在都市中跳伞 其实说真的是 有一定难度的 所以我们也看到 这边包括一样 那个美军的 那个Navy SEAL 海豹部队的 那个进行跳伞的时候 然后不小心 那个因此的殉职 甚至也有跳到 撞到大楼的 也有 那其实这个时候 也有人问 说台湾基本上来说 是一个防卫作战 是一个守势作战的 一个态势 干嘛还需要 弄个散兵呢 因为散兵等于说 是你要带着散 然后带着武器 然后去 可能去对那个敌方 进行攻击 它是一个攻势的 一个部队 但其实就是说 这样一个部队 对台湾来说 它还是非常重要 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到 我们这边讲到 这些所有的这个 特战部队 进行这个特种训练之前 第一件事情 就是他一定要完成散训 因为散训可以说是 所有特种部队的 训练的一个基础 等于说你要先经过散训 因为散训 其实它在整个训练过程里面 像我们刚刚看到 它训练过程里面 有包括跳伞塔 然后各种的这种动作 然后最重要就是 你要真的能够 从飞机上面跳下来 然后去学习 这个降落伞 这个操控 它才能够就是说 在心理上面来说 它才能够就是说 有足够的这个心理的 这个资力 能够去面对 日后的这个挑战 自信心才够 对 所以你不要小看 这样一个跳伞的这个动作 它其实要经过 很长久的这个艰苦的 那个辛苦的训练 训练完之后来 它再跳出这个机舱门 那一刹那 它其实等于说 是把过去的这个 成为一个散兵中 所有所需要的这个训练 完成以后 那后面它才具备 那接下来 不管你是要去梁山 县特 或者是海陆特行队 或者是海龙部队等等 这些的这个 等于说你要基本的这个要求 才算是完成了一个 第一个入门阶 而且就是说 代表就是你在部队里面 你的这个整个训练 是能够达到一个 让你能够成为一个 空降特战队员的 一个基础训练 综合机税派出所的 正副所长被控 包庇而且放水 机税所副所长 坐在办公桌前 把基层远景叫来 好好教育他 该怎么开罚单 这个机税派出所 你还说好有些什么地方的 你自己也有宣导过人家的理财 我这样子的 我这样子的 我这样子做 我如果是这个 机税派人听了很不开心 副所长也很火大 双方你来我往 不会就会 超凡这样子而已 我觉得那边一定要改变 然后跟你讲 有一件一对 有一千一对啊 对 远景回话一副想走的样子 这让副所长怒火中烧 你跟我说 你跟我说我命令你去 我现在命令你我抓了 我用到方法 去我刀吧 喂 刀怎么回来啊 有远景看不下去 用手机木影PO网控诉 说副所长时常欺压同仁 要求处理刑案时委婉的置案 影片就是某位同仁开单 开到地方人事 副所长就把他叫过来择斥 开单也是副所长要求 却要我们选择性开单 综合分局赶紧跳出来灭火 因为击碎所的争议不止一桩 日前所长陈明庆 也被踢爆 对下属标骂三字鸡 金钱教育时还指示基层远景 包庇地方士绅 至于副所长何信伟 这回到投诉欺压同仁 对面远景开士绅的红单 由于影片证据不明确 督察组还在查证中 督察组强调警察开单 仪式同仁 绝对没有选择性办案 只是争议事件连环报 已经严重打击原警士气 刚才那个长官骂得这么大声 看得出来 其实在警戒当警察不好当 主管对下属常常不留面子 不过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情 是窝里反被检举吗 看起来你知道吗 如果这件事情不是真的 我先前提是这样 不是真的吗 如果这件事情不是真的 那一定他们的人和 出了很大的问题 是哦 有没有 但因为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 看起来现在被检举 尤其这个匿名的写了这么多 就应该把它检举出来 那检举出来呢 那当然警戒呢 害虫也很多 把这些人挑出来呢 也是正常的 那这个积税派出所呢 陈明庆跟何信伟 这一对正副所长呢 现在是被爆料 爆料什么呢 你们最长期压下属 对不对 有人说什么呢 第一个 跟你好的资深员工 资深员警呢 你的价都排得很开心 那之前的 刚进去的呢 都很硬 故意搞别人 对都很硬啊 那你 他说 甚至有人指控他们 说我交上去中和分局 给长官看的价表 都是第一版 其实在分局里 有另外的第二版 这个第二版 才是真正在分局 轮值的时候 会看到的 那警察的检举众 大家都知道 七岁所附近 就非常热闹 对不对 去过中和都知道 那个附近非常热闹 可以说是很重要的 一个派出所 所以请务 当然也相当的重 好 那这个还被指控什么呢 就是说 这对这个正副所长 还曾经怎么 要求援警呢 就是说 比如说好 要跟我一起去 跟地方人士拔暖 吃饭 一起去喝酒 去干嘛 如果不去的话 还不行 对不对 那如果你今天开到单子 就像刚刚影片里看到的 对不对 就被指控嘛 说如果你今天呢 要开地方士生的单子 抓酒驾 哎呦 包一包就没事了 你就放过去就好了 对不对 可是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酒驾这种东西 这么严重 对不对 我们社会反酒驾 反成这个样子 如果是因为这样 还叫人家包庇的话 那已经形同 对 是这个很糟糕的 一个风际的一个案例了 对不对 那之前这个陈明庆 陈所长就出过一个包 对他现在已经被调任 民管中心的警务员 可是你知道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尤其刚刚看到 那个影片出来之后呢 何敬伟就这位副所长呢 你知道他现在在做什么吗 在哪里 他只是被调到国光所 当副所长 另外一个所 就基本上是一样的嘛 在副所而已啊 对啊 你就调到另外一个派所 你一样是寻左兼副所长 几百公尺而已 所以换句话说 当然有警戒的人士会觉得说 那你只是调过去 基本上一秒东山在籍 没感觉 对没有感觉 但是呢 我一定要强调一下 你是地方士生也好 或是你是谁也好 就有差别性的待遇 那凭什么今天 酒价我们要抓这么严 就是为了防止说 你今天在开车的时候 你抓到人嘛 公平对待嘛 你怎么可以那个 再来所有的警察 都是平等的 勤务的轮替 也都是平等的 对不对 大家基本上勤务公平 都是要求的 所以我相信呢 这一对正副所长 所做的事情呢 很显然 也让整个击碎派出所呢 积压已久 你没有看到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除了中和分局说 我要来调查之外 对啊 那也没什么人 帮他们两个讲话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呢 这件事情当然要等到 中和分局调查 水落石出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来看 何信伟被调到国光所 大家会觉得国光所 是不是很偏僻 没有 来看 两所路才只有四分钟 鸡翠派出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国光所在这个地方 还剩四分钟 我问你 有差别吗 没有差别 走路大概十五分钟吧 所以很多警戒的人说 那你调这个 那我跟你讲 跟没调是一样的啊 而且说不定国光所的 人家那个同仁 看到他那个 何信伟去的时候 搞不好还吓一跳 就被他欺负 搞不好又会被欺负 不知道这个状况 所以目前呢 当然对中和分局来讲 我一定要调查清楚 到底有没有包庇这件事情 如果有 我们一定要让警方 来严办这样的事情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事情 而且之前呢 还要求 他这个爆料 还弄更劲爆 他还要求 这个辖区园警要施案 说什么 如果你要办重大刑案 要办的话 哎呀不要办 那怎样怎样 对不对 反正就是收鸭鸭 把他收掉 那这种状况呢 绝对不可以 在我们现在的警戒发生 为什么呢 因为这对很多人来讲 简直是太匪夷所思的 一个状况 但同样是包庇 有一个是已经沉案 台北市中山分局 中山一派游所 之前呢 中山一 对远景包庇酒店 这个问题超多的 中山分局呢 基本上大家都知道 中山分局是天下第一局 天下第一局 为什么呢 因为周边有很多的 八大行业 需要特别照顾 对不对 但是八大行业 归八大行业 但是不能有色情交易 对不对 那之前中山一 这五名员 你这三月就已经被收押了 包括他的所长 那个都已经被收押 那他包庇的酒店是这个 日式酒店叫做小 那这个小呢 据说每个月 给这个 他的所长 还有这五位 这五个人 包括前所长林聪成 然后马国栋 严子恩 这几位 给他们每个月 大概三到四万 不等的红包钱 全部人来分 对 然后甚至呢 到了过年的时候呢 我还给你八万块 增加 对不对 就是让你来照我 然后呢 小据说 就是据这个说法是 他里面呢 其实 陪酒是假 做S是真 就是说你小姐做出厂的 那个才是他的主业 所以基本上是以色情在做的 好 小被操掉了 这五个也有事了 结果最近又出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同一个老板娘 还开了这两家 一家叫加利宝 研锁的 对 一家叫Fair Lady 然后呢 据说呢 也是用同样的手法 我在同样的在这个 跟远景做行贿 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你知道这一次 这个大规模调查 是谁去这个捅出来 内线资料 对 我跟你讲 这个人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柯批发难 柯批 你知道三月份发生这个事的时候 柯批 亲自作证中山医派出所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亲自在那边批公文 哇 很多警察一看到柯批 亲自作证的时候 其实有点紧张 为什么呢 我相信紧张 不是因为柯批来紧张 是因为还有别的还没拼扛 结果你看 这件事情呢 是在今年大概四月的时候呢 有正风 台北市正风处 接获一个检举函 那转给柯批 柯批 他就说检举 同样这个老板娘 开了这两家 也是有这样 被中山医包庇的状况 所以柯文哲呢 直接就交给陈家昌 跟陈家昌说 你来负责找 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真的一查 又继续查到了 接下来发生了一人三事情 所以说呢 其实在警戒来讲呢 我们这还是要强调一下 好警察很重要 但是呢 如果警戒 有这样一个风际上的 一个疑虑的时候呢 真的要彻查 毗东摄顶部落 真的柯批很多吗 当年真的八宝公主 大闹过这里吗 环宇搜旗 无奇不有 核四是否要重启 这个问题在台湾争吵不休 不过在俄罗斯 最近有一座海上漂浮的核电厂 却悄悄完工了 准备绕过北极 为远东城市供电 这座海上核电厂 造价大约台币142亿元 整个双核反应炉 就盖在大型船体上 据称可以提供大约 20万居民的生活用电 预计明年正式投入使用 其实在福岛核灾之后 这种海上漂浮核电厂 被视为解决的良方之一 因为它可以快速驶向外海 减少对陆地人口的危害 俄罗斯官方更宣称它是 全世界最安全的核子装置 但环保团体通缉 这座海上核电厂 根本是漂浮的车诺比 容易受到海啸与气旋袭击 可能带来莫大灾难 究竟是福还是祸 我想还是要等待时间的验证 挑战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失职症人口越来越多 这次科学家说他们透过海蝸牛 可以成功的移植记忆 好 怎么做是第一个 第二个如果真的可以移植记忆的话 失职症患者应该是一大福音吧 这个听起来好像科幻小说的情节 科幻电影里面都告诉你说 你的记忆可以移转给我 小时候我们看卡通太空突击队 也有一个爱因斯坦脑袋在上面 然后跟船长一起在太空奋斗 所以换句话说 科幻电影出来的情节 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可能达到 现在有可能了 为什么呢 这个教授叫格兰兹曼 他在加州大学UCLA 这边研究出一个东西 为什么呢 他把海蝸牛的RNA 也就是核糖核酸 这是一个细胞里面的物质 移植到另外一只海蝸牛 上发现竟然真的可以把 两只海蝸牛记忆连接起来 为什么呢 他怎么做实验 这个海蝸牛呢 他启动一只 他不断的用电极去电他 一直电电电电电电电 电到你害怕 电到你不小心电一下的时候 这只被电的海蝸牛就丢起来 然后就一整个很糟糕 然后另外一只呢 我就不电你 对不对 那不电你的话呢 基本上你看到电 咫咫咫的时候 你也不会有感觉 对不对 好 结果呢 他就把这只被电极的海蝸牛 身上的RNA 提取出来之后呢 把他注射移植到 另外一只没有被电过的 这个海蝸牛身上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为什么呢 因为后来呢 只要格兰兹曼 他就拿那个电线 准备要电他 滋滋滋的时候 一听到那个声音 对海蝸牛都怕得跟什么一样 然后开始紧张了 你知道吗 那个细胞是别人的 对 这个细胞是别人的 换句话说 他的神经记忆 他的细胞里面的记忆 透过RNA的移植呢 会让另外一只 被移植的蝸牛呢 产生所谓的细胞记忆 这个部分格兰兹曼 已经写上了这个世界的期刊 所以记忆在细胞里面 对 那这个会有什么好处呢 就跟你刚刚谈到的一样 一般来说呢 人类最担心的 就是我们老了以后 会得到阿兹海默症 或是因为有一些创伤后 压力症候群 导致你的记忆产生障碍 十一 对 那这样的话 你可以用你自己健康的细胞 或是用其他人健康的细胞 来重建 你这个比较不完整的一个细胞 或是怎么样 所以可能会有这部分的福音 但是路途还蛮遥远的 现在只有初步的一个结果 但是话说回来 那细胞真的有所谓的残存记忆吗 我跟你讲 温瑶有科学家呢 真的有去研究过什么 比如说有些人换心 换肺 甚至这个哪个地方怎么样 尤其是换心的 你可能试过一次 对不对 然后接受人家移植 你会不会有那一位移植过来的人 他真正的记忆呢 好像有 好像有 为什么这个人呢 叫做玛丽高尔克 你知道他是谁吗 他是全世界第一个 完成心肺同时移植的人 换心肺 换心跟换肺 结果你知道他当时呢 换心跟换肺出来之后呢 他第一句话是什么你知道吗 他醒过来第一句话 看到他的家人 看到医生 然后医生说你现在想什么 我好想喝冰啤酒 这句话一讲出来 大家都吓一跳 包括他自己都吓一跳 为什么呢 因为呢 熟悉玛丽高尔克的人都知道 他是不喝酒的 你不喝酒的人 你接受心肺移植 虽然你一度曾经差点这个阵亡 但是呢 你这个活过来之后呢 第一个 竟然开始喜欢要吃 喜欢要喝 你从来没有去碰过的 对 那之前有一些人呢 追踪过类似的案例 发现一件事情 你可能原来不吃辣 但是你接受器官移植之后 你开始吃辣 你原来不喜欢吃甜的 你后来开始喜欢吃甜的了 甚至有人 平常不吃汉堡 结果你经过麦当劳的时候 你突然觉得很想进去吃一个麦香堡 对 所以就会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 玛丽高尔克对自己被移植之后 也觉得很奇怪 于是怎么样呢 他开始这个追踪 对 就是说希望能够了解 他整个的一个状况 为什么会这么特别 所以他就跟这个医生 这边讲好去联系 到底是谁 哪一位脑死的人呢 捐赠了他的心 找捐赠的费给他 那按照美国法律是不可以的 保密啊 但是后来呢 他还是联系上了 联系上了以后呢 他发现一件事情 对 这个脑死的人呢 是一个高中生 这位高中生 他在生前最喜欢喝的 就是冰啤酒 哎呦 哎呦 所以呢 玛丽高尔赫 因为自己 因为自己的一个关系 所以他后来呢 决定呢 写一本小说 叫做幻星 这本小说是他写的 然后呢 他为了这本小说呢 也去访查了很多真实的案例 还真的被他访查到了一个 比他的例子 还要神奇的案例 这个例子呢 是一对美国的夫妻 真认真实 这个这对美国夫妻呢 有一天呢 就是丈夫开的 带着妻子上路 这样开车开车 可是滂沱大雨 这两个人可能已经吵架 然后当时都不讲话 两个人就冷战 结果冷战的时候呢 整个车子里 只听到什么声音呢 只听得到外面 倾盆大雨 打在车窗上 啪啪啪啪 然后雨霜 咕啪啪啪 这样的一个声音 全部都这样 可是你知道滂沱大雨 车速又过快的情况之下呢 不小心 很不幸的 就发生了严重的车祸 发生严重的车祸之后呢 她的这位女士的丈夫呢 不幸的就过世了 那但是呢 太太全身骨折之后呢 奇迹似的存活下来 但是她丈夫 虽然过世的话 她会过世了 但是被判读是恼死 那当时呢 那个医院就跟她的 这个存活的太太讲 她说 有一个人急需 要这个心脏 那你的先生呢 已经被 就是已经被判枉生了嘛 对 你愿不愿意把你先生的心脏 给捐赠出去 她当时想一想 好吧 就捐吧 对不对 不然也很难过 等到后来呢 这个妻子呢 回复之后呢 这妻子突然想 她还没有跟丈夫 好好的告别 因为她最后的记忆呢 就是跟丈夫冷战 连最后一句话 都没有好好说 所以她就很希望 能够找到 我捐赠给谁 我希望跟丈夫的心脏 来做道别 但是呢 美国法律 我刚刚有讲过 美国法律是 不可以的 对不对 但是呢 这个医护人 拗不过这位妻子的要求 她说好 我帮你们看看 可是不保证哦 不保证哦 然后结果后来 当然对方后来 也愿意跟 她的妻子来见面 她就觉得很兴奋 他们在见面的那一天 对方迟到了 大概一个多小时 在迟到的过程当中 那个医护人员 就跟这个妻子讲说 我跟你讲 不会来了啦 对啊 为什么呢 因为人家可以拒绝 对不对 可是呢 这个妻子很奇怪 她就说 你先不要这样讲 我感觉到我的丈夫 快要到了 感觉啊 我感觉到我的丈夫 快要来了 果然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 进来一个人 是一个高中生 也是一个年轻人 她当时因为 也是发生了意外 结果接受了 她丈夫的心脏 年轻人 对年轻人 结果呢 她就跟这个年轻人 怎么样 感觉一见面 哇两个人好亲切 好像已经认识很久了 其实他们是第一次见面 连医护人员在旁边 看到都嘖嘖撑起 你们真的认识很久吗 对不对 结果两个人 哇聊天聊聊 天南地北的都聊 后来咧 怎么样 她做了一个动作 我跟你讲 她做这样的这个动作 她就这样子 比如说我是那个妻子 她就这样 摸着她的心脏 就跟她丈夫等于 讲了最后一句话 她说我已经完成了 我人生最后的感觉 了愿了 对了却了我的心愿 可是这个时候 换那位受证者 就那个高中生讲话 她说我准备要来的时候 说也神奇 我之前接受捐赠的 这段时间里面 我每天都觉得 我的心头有千斤重担 每天都觉得 好像心脏病要发了 什么事没完成 就觉得有一股郁闷的东西 一直压在心头 然后你说心会痛 然后但是呢 我去给医师检查 这个移植的心脏很正常啊 一切都是正常的 结果咧 对不对 今天跟这个妻子 受证者见面之后呢 说也奇怪 不痛了 完全不痛了 被疗愈了 我的心真的完全不痛了 对不对 很奇怪对不对 本来大家觉得你有心脏病 然后现在没有了 完全疗愈 而且她又讲了一个东西 差点让这个妻子崩溃 整个嚎啕大哭 为什么 她说我 这段期间 不知道为什么 我天天都听到 有雨刷在刷车子的声音 要出身后那天晚上 就是那天晚上 一直在听到雨刷 下大雨 在那边 还有剷玻璃的声音 所以你说神不神奇 非常的神奇 所以换句话说 什么叫心电感应 什么叫残存的细胞记忆 这个例子呢 真的 马力高尔克自己在写的时候 他自己都觉得说 哇 真的很神奇 因为他自己也感同身受 所以这句话 换个角度来看呢 未来人类有没有可能被提存你大脑的记忆到达之后 比如说大家都觉得我们人可能以后长生不老 那记忆也要长生不老 对不对 真的有人这么做的 这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研究生叫做麦金泰尔 他最近发展出一个技术 而且有人投资他 他已经成立公司了 做一次这样的这个状况呢 要九十六万美金 所以不是很便宜 太贵了 他的技术是冷冻你的大脑 真的可以这样吗 冷冻你的大脑 而且呢 冷冻你大脑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呢 他给你保证 你的记忆一百年之后 如果再怎么样的话 你一定可以移植 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成熟的技术 但是我已经有一套做法 我可以让你的大脑完成 让他的记忆呢 就是至少那个脑细胞脑神经元呢 是活跃的 为什么呢 他已经成功的把一颗猪脑 里面的那个神经元什么 猪脑 对 就是猪死掉了 对不对 他把猪安乐死 可是用他的技术呢 让这个猪的脑袋 就是一只是活跃的 这样一个状况 神经元什么 他都可以用显微镜看到 他就觉得那这份技术 运用在人类身上 哦不OK 他就说他的技术是这样子 他就说如果今天很不幸的 你已经快往生了 你也付了我九十六万美元 好 我会先怎么样 就在你临终前 开始不断的注射防腐剂 让你的全身 变得有点像是 有没有 那个玻璃雕塑 就变得很坚硬 不会腐烂 对 不会腐烂了 几百年都不会腐烂 然后再来呢 就怎么样呢 用我的技术 让你比如说冷冻你的大脑 让你的大脑 维持在一个活跃的一个状况 但是前提有一个很重要 就是你可能必须先安乐死 对 你可能也知道 你可能日子也不多了 你就先安乐死 你就接受这个技术 虽然我现在没有办法 像电脑的硬碟一样 提寸你的记忆出来 然后到什么地方 但是我跟你保证 到了未来可能过一百年 这个技术成熟之后呢 你整个肉体复活 你的记忆还是在 对 你可能换了一副身体 可是你的记忆一定在 你还是你 那这个东西听起来 就真的比科幻期间 还要科幻期间 但是随着人类的科技进步 也许真的有一天 会是这样的状况 帮个忙 屏东问了这个阿嬷 去处旁欧旁 到现在说十中三天 是不是赶紧的 把它找出来啊 对啊 这个整个事情非常离奇 就是说他当时只是骑个摩托车 来到那个膝床 停在那边 就靠在附近的寒字 就这样突然间就这样不见了 不见本来他家人 还以为他会回来吃午餐 结果就这样不见了 赶快去报警 那警察发动了那个 包括那个消防队 就在整个这核床 大规模搜索 找不到 找不到的时候 隔天甚至当地的村民 来出动那个空拍机 空拍机上去 然后在整个溪谷这样做 做非常详尽的那个搜索 也一直都找不到 那奇怪的是 那个阿嬷曾经跟那个村民 讲过说 他在前几天曾经做梦 梦到说有摩托车来找他 自己梦到 对他自己梦到 他曾经就有讲过这样的事情 没想到 他这一次来捡个地瓜 就这样离奇失踪 对 没想到去 对 就这样不见了 那刚刚就是刚刚的新闻说 阿嬷已经找到了 只是很不幸的是 他已经遇难 罹难了 在河床找到事情 对 就河床那个电塔那边找到了 那这种发生这样的 诡异的事情 在那个 我们知道在那个桃园的 那个李栋山 也是有个类似这样的行情 就是说有一个那个 其实在日军时代的时候 你知道当时李栋山 他是个古战场 那日军他们最先 先把李栋山攻占下来之后 他们就用李栋山 因为他是说当地 很多部落的制高点 他就马上在那边架炮台 开始在攻打那些 那个一些部落 的原住民 对 所以你知道当时 他们原住民的那些 泰雅族的那个勇士 他们就很想赶快把那个 日军把他打下来 于是就在这个李栋山 发生了非常激烈的那个战事 那你知道他们当时 很多那个 那个李栋山上面 死了很多人 日军有征召很多 那个原住民当义勇 去也是要打那个 泰雅族的原住民 其中有个义勇 他们当时看到 日军被打败了 然后尸体都被丢到 一个那个坑洞的时候 哇 他很害怕 他也不敢再打了 他就赶快跳到那个坑洞 装死 装死 在那里面 然后他发现 尸体一个一个一直丢下来 他都动不敢动 就一直躲在那边 结果 反而隔了很久 他因为在那边 就是在那边装了很久的时候 他也睡着了 睡着之后 半梦半醒之间 已经有听到有人在 好像感觉在清点那个 人民 好像说 对 好像在感觉 清点尸体 在喊那个人民 结果有两个人他仔细好像我听到有两个人对话 他说 这一个人 他明明是溺死在那个黄泥堂 为什么 为什么现在死在这里 结果他听到声音 这个他是叫我的名字 说我是死在黄泥堂 结果他听到这个 他就非常记得说 他会溺死在黄泥堂 他没死 他没死 他装死对 他听到这张对话之后 他就紧记在心里 结果后来 隔到等到人都离开的时候 他就赶快上来 上来之后 他就赶快溜回去他的部落 人没死 人没死 他就溜回部落 也这样子从此在那部落 隐姓埋名 后来战事结束的时候 这个勇士他也已经 就是也结婚了 那也生小孩了 不然很多年以后了 很多年以后了 小孩子也长大了 他连他小孩子 就是长大之后生的那个孙女 也也已经长大了 做阿公 对 做阿公 做阿公了 但是他那个孙女 要嫁人的时候 既然真的嫁到那个黄泥堂 这个地名 就嫁到那个地方 可是他心里一直有个阴影 就是说 他一直记得说 我绝对不可以去黄泥堂 因为 因为当时有这句话 黄泥堂 他会溺死在黄泥堂 所以他不敢去 他说什么都不去他 是谁鬼差 说他死在黄泥堂 对 当时那两个鬼差 说他会死在那个地方 所以他一直都不敢去那个地方 可是他很疼爱他的孙女 他孙女就一直召唤他 一直叫他说 阿公你来看我 终于后来他的他的亲戚 也跟他讲说 这样子好了 我们用轿子抬你去 抬你去那边 然后我们也不要走水路 也避开有水潭的地方 这样子就你可以放心的就去了 结果后来他终于他也答应说 好 也是他们真的用轿子抬着他 然后抬到这个黄泥堂的时候 不可以让阿公落到水就对了 真的很顺利很平安地来到黄泥堂了 他想说我们没事情 他孙女也在准备晚餐要给他吃了 只是他端了一盆那个脸盆 要给他就是说叉叉脸这样子 像洗一遍吃饭 洗一遍要来吃饭 那边想让患祖好说 既然看到他们阿公趴在那个脸盆那边 就趕快跑来看 既然很离奇的 既然溺死在那个脸盆那边 那么小一个脸盆 对 一个脸盆 所以就印证了 当时那个鬼差讲的说 他会溺死在这个黄泥堂 所以说你看这个这个案例也是就是因为做梦 然后离奇的那个意外死在这个地方 那我们我们现在讲到那个墾丁这个地方 为什么那么多设定有那么多模型 因为曾经发生过好几次的那个案例 有一次也是一个那个二零零八年的时候 有一个那个阿嬷 他八十岁了 他是部落的一个阿嬷 他肢体还很健康 只是说他走路有一点歪腳 然后有一点重听而已 那他就是去采那个野菇 因为台风刚过下雨过 他就去采 结果他去采野菇就没有回来了 他家人就知道他大概去什么地方采野菇 就赶快去找 也都一直找不到 找不到 你知道那个景潇也是出动大规模去搜索 这个阿嬷 整整找了第五天 既然在一个距离非常远的一个地方 找到他了 找到他的时候 然后最理解是他衣服只是破破 稍微有一点破旧 然后有一点 就是说衣服有点破掉 然后就这样子 冷静来还好好的 一次问他说 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 他说他在这五天 他遇到一个摩辛拉 然后一直跟着他 而且还拉着他走 所以他就是因为那个摩辛拉拉着他走 他才可以走得很快 而且那个摩辛拉很讨厌 既然还把他衣服都撕破了 还跟他把他内裤都把他拿走了 这样玩弄他 对 说也奇怪 当时找到这个阿嬷的时候 他的内裤也真的不见了 对 那阿嬷还讲说 那他这几天 那摩辛拉把他带到那个东海岸去 又去把他带回来 带回来的时候 后来让他晚上休息的时候 让他休息在这个树下 还摘那个月桃花的那个心 给他吃 他说他这几天都是吃这个月桃花的心 这样子过来的 真的果然 虽然找到他 可是他却很幸运的这样活下来 那在后来 这边也在曾经有发生过一次 那个那个老翁失踪 他也是跟着这个老翁是跟着旅行团 来这个舍艇公园玩 那他舍艇公园玩 就在舍艇公园这边 就在这边这个地方 他也是这样突然走一走 他就没走出来了 每次都出来 然后当时那些团员在集合的时候 这个老翁就不见了 公园怎么会迷路 不可能吧 对啊 他就在公园内 于是他们赶快请警察进去找 找了一天找不到 连续找了十八个小时之后 也是在隔天之后 这个老翁没想到 也是在十几公里的那个风吹沙 在那个地方找到 轟到红杯山去 红杯山 而且距离他舍林公园 也是十几公里 对 找到他的时候问他说 你怎么会来这里 他说他也不知道 他也是这样子走走走 也就是莫名其妙被带到这个来 就还好是他也没有 也就是说 守信可以找了回来 那另外这个我们讲的肯丁公园 也还是发生一个很离奇的那个离异事件 那就是说这个肯丁的那个 那个森林公园的门口 有一次当地居民带着他的狗 去这个这个公园的那个门口那边散步 他刚好走到那个门口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旋转门的中间 就是那个门口的路口 那个旋转门 那个突然间卡一声 然后这样转了一圈 没有人的时候 对因为下午已经没有游客了 所以他们突然间转动一下 他把他把他整个人吓了一跳 吓一跳他想说 怎么会这样子 因为当时又没有风 而且他还想说 是不是他眼花了 于是他甚至他就跑去那个 因为跟领务局的人有熟 他拜托他们说 你把那个监视器掉出来 我们看一下 因为他刚刚确实看到那个动了一下 自己动了一下 不相信是眼花了 对 没想到领务局的人 真的去把监视器掉出来 监视器 当场所有人看的时候 大家都哇 鸡皮疙瘩都起来 因为真的没有风 没有吹 没有人走出来 既然自己动了一下 感觉好像是人走出来了 而且发生的时间 刚好就在七月 就是农历七月十五 他们就传说说 那个是模型 要从里面走出来 才会有那个自己这样晃动 所以这个设顶部落 到现在都还是发生很多 离奇的事情 说到摩西纳 在设顶部落当中 据说早期最大支的摩西纳是巴宝公主 巴宝公主当年这个地方 搞得人仰马翻 是这样吗 巴宝公主的这个来历 是非常奇特的 因为在证史上面是没有 关于她的任何的一个记载 可是在地方制里面呢 就有讲到说 有一些外国的这个船队 因为船难的关系 来到这个墾丁屏东这一带 然后跟当地的这个原住民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设顶部落的人 发生一些冲突 那巴宝公主就是在这个冲突当中 过世的一位女性 那这个女性的巴宝公主的称号 是怎么来的呢 是在日据时代的时候 民国二十年 大概就是日本昭和六年的时候 就是当地有一个姓张的这个民众 因为她的一个亲戚 有点发疯不正常 不正常以后 经常会有那种想要去杀 杀害别人的那种念头 去泼气油干嘛的 那为了要治疗这个 这个她的这里的亲戚 所以呢就把她给关起来 关起来以后用一些那种 就是伏击的方式去找来 那找来一些那种神 想要去帮助她 没想到下来下降的这个 竟然讲英文 讲英文没人听懂 外国神明来 外国神明来 那个外国神明呢 你只好请个懂外文的 懂英文的来跟她沟通 然后她就说 她是在这个明朝的时候 在十七世纪的时候 漂洋过海来到这里 然后遭到杀害 这样的一个女性 那这件事情就变得很玄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不是要赶快把她送走 她就说你做一艘子船 我就会顺着这个船 我就可以走 好配合 非常配合 问题是一个礼拜以后 那个男的又发疯了 姓张的这个民众又发疯 为什么因为她没走 就在伏击在降软 一字就问她说那你为什么没走 她说因为在海上遇到风浪太大 回不去 她回不去她的故乡 她故乡在荷兰 她当初是漂洋过海 要来找情郎的 但是没有想到发生这样的一个意外的情形 她被杀害 而且她身上东西也被夺走 那到了民国五十年的时候 这个被夺走的这个东西 就是她身上八样的这个物品 包括像钢笔 项链 戒指 甚至鞋子 荷兰的这种木鞋 总共有八样 所以她又被称为叫做八宝公主 所以八宝公主是这样来的 因为你知道后来 大家就觉得说八宝公主既然有名字 因为那个时候 她曾经自称之叫玛格丽特 还叫玛格丽特 对 然后就去跟荷兰那边去找来一些文献 来来调查 再对比一下 就荷兰官方那边说 我们的玛格丽特公主 从来没有出过国 有这个公主 她有这个公主 她没有出过国 真的 而且她埋葬 在她自己的故乡里面 活得好好的 没有出国的一个记录 所以这个公主 应该不是玛格丽特的本尊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生出来 不知道 反正就是 她可能就是一个 穿着很盛装的一个女孩子 她的身份到现在会是一个谜 因为荷兰的官方不承认 有玛格丽特公主是死在台湾的 不承认来台湾找情郎 对对对 没有没有这样这么一段 可是地方呢 就把这东西就变成像是一个传说 一样 那从八宝公主的身上 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说那个时代的一些这个故事 是不断不断附加在这个公主的身上 比如说在同志连间 在我们的这个地方县制 包括恒春 包括凤山 这两县的这个县制里面 都有记载 就是说当时的这个外国的这个船队 可能发生这个船难的关系 漂流在这个海岸这边的时候 跟原住民产生冲突 遭遇杀害 这个是有的 甚至也有女子被杀害 这记载下来了 可是记载下来以后呢 还有后续的事件 就是被杀害的这群这个外国商队里面 有人就回去 因为那个时候大概是同志年间 我们知道 那个时候的外国人势力是很大的 其实是很强盛 所以他们逃回去以后呢 就准备了这个军队的人 要来去攻打 这些曾经去杀害他们这些原住民 可是来的时候发现说 原住民都不见了 你找不到 为什么 为什么躲起来 躲起来 就是说躲起来 这不让你去发现 所以这些外国人 荷蘭人也很聪明 他想到木马屠城记 里面的招数 木马屠城记里面不是就是 后来就假装 好像就是说希腊人逃跑 对不对 然后造了一个木马 他们没有造木马 他们就是说 假装他们自己好像撤退去逃跑 然后遗留下很多东西 也就是说战利品 然后其中一个很特别是遗留公鸡 鸡也留在这里 然后原住民看到上来就把这些东西也拿走 因为觉得他们好像获胜 等到他们这个松懈注意力的时候 这些荷蘭人员就听到说 鸡在叫了 公鸡在叫了 表示有人在那里 他们循着公鸡的声音 就去攻破了这个原住民部落 对你的行踪就暴露出来了 所以摄影部落在很多年以前 就曾经流传一个这个主训 就是不要吃鸡 在台湾人来讲吃鸡 过年吃鸡是吉利的关系 吃鸡吃鸡 对 但是对他们来说 这可能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个严重的问题 不吉利的做法 因为鸡导致于这个遭到杀害 所以他们就是不养鸡 也不吃鸡 来当作是他们的一个主训 真的吗 现在这样吗 现在不会啦 因为已经经过很多年了 然后这个不断的文化大融合以后 观念其实也在改 一方也死了 对 就变成说 它像是一个故事 他们把这个故事给保留下来了 但是做法上面 还是照样有养鸡 你还是要生火 也会去吃它 那唯一一个比较隐晦 就是说在七月十五号 祭拜这个八宝公主的时候 你就千万不要把祭拿出来 八宝公主也不喜欢 对对对 这可能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观点 那八宝公主呢 在二零零八年 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那个故事 对不对 就是遇到一个这个摩琴娜 然后这个摩琴娜 这个就是一副外国人的样子 红头发 这种样子 令人觉得好像很害怕 那一年二零零八年的时候 摄影地区还弄了一个法会 去超度它 超度八宝公主 因为你从传说到现在有三百多年 对 这三百多年来 你没有正式的好像去说 搬一场法事 把它超度掉 谢谢八宝公主 对就是说跟你sayonara 大家说再见好了 一清二楚 还找了好很多神明 来相互做见证 抬个三个神明的大教 包括这个观音娘娘 陈静姑之类的 这种都是大神 然后来好好跟你这个八宝公主 来沟通一下 那主要有办的这个法会 像什么洋黄宝灿 还有这个烟口大会之类的 办这个法会 把这个法会办得很盛大 那当地的民众有的人是很信仰八宝公主的 因为觉得说八宝公主也会带给他们平安 也许有很多人拜 对啊 所以那天就有很多人去拍照照相 把这个法会给拍出来 但在拍的过程里面呢 就发现一些类似像灵异现象一样 怎么样 就是说我拍到一团 这看起来是菱形的 一种一团的东西飞上去 菱形的 不知道它是什么 我们在右手边就可以看得到 彩色的 就是你看它是一个菱形的物品 那很多的这种所谓的法师们在解释说一些菱体的时候 就会说哎呀如果你是本地的灵体的话 它就是白色 如果是外国人呢 他可能就是带一点红色 而且菱形的 然后我们看这张照片 是不是带一点菱形状 然后它是一个红色的这样的感觉 来自外国的能量会菱形跟彩色的 然后你再看那个白色的部分 好像就是一个人的形状 那这个人的形状呢 他们就在猜想 哎呀今天主要是对象是八宝公主 会不会就是八宝公主在这里 显零了 他显零了 他升天去了 那就代表说什么呢 代表我们三百年来的恩怨 能不能到此就告一段落了 不要再变成摩奇纳来害我们了 那个庙车票吗 应该还是会留着吧 这毕竟他就会变成一种文化历史 你可以到墾丁 这边来的时候就可以看看八宝公主 他的一个故事 因为他那个包括那个荷兰的船只 都陈列在那里 那那个工法也是荷兰当地的一些工法 可以证明他是荷兰的船 但是这些事迹或怎么样 他其实就是有点历史根据 大部分都是民间的传说 然后不断地融合 扩大成为一个独特的